有研究人员说饮食中丰富的奥米加3脂肪酸 可以帮助心脏病患者延长寿命 不过这些脂肪酸为什么会带来诸多的益处呢 仍然是不得而知 一项新的研究分析可能会提供一些新的答案 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是这儿 有相当严重的阻塞 画面中显示的就是冠心病的样子 鲑鱼 金枪鱼等脂肪含量高的鱼 据说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延长寿命 但各种原因如何 专家们还在研究 我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 在为期五年的端粒长度变化测量中显示 血液中奥米加3鱼有水平高的患者 他们的生物衰老过程在减缓 端粒是这些红色区域 在染色体上其保护作用的帽子 它们类似于携带两端的塑料结 端粒保护宝贵的基因材料 而且是生物衰老的标记 由于炎症 吸烟 肥胖或缺乏运动 一定时期后端粒可能受损变短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法尔扎法医师 测量608名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染色体 帽子以至端粒的长度 实验期间从2000年9月到2002年的12月 法尔扎法医生说 血液中Omega-3鱼有水平高的患者 端粒长度减少得最慢 而血液中Omega-3鱼有水平低的患者 端粒长度减少得最快 实验显示鱼有水平低的患者老化的速度 比鱼有水平高的患者要快 五年之后研究人员又再做了一次实验 通过两次端粒长度的测量 我们可以看到端粒长度减少得速度 以此作为指标显示生物老化过程 在患者身上发生的速度 伍伯之音电视报道